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女儿 她两岁的时候画的不是很像 但是这个景特别好 丁香花开了 她去闻这个丁香花 然后我就把这个景给抓下来了 其实我一天的安排特别简单 因为我是一个很宅的人 所以我早上起来呢 就是浇浇花呀 然后做做早餐呀 然后画画画呀 画画油画呀 那我都比较感兴趣这些东西 平时都说你做饭吗 我做得上 我喜欢做得上 就在04年的时候 我遇上了我的现在的先生 所以我们一起打拼 一起努力工作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我觉得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是一起吃过苦 也一起想过福的一顿 早餐是我老公做的馄饨 她东北人 然后她就爱吃 这是纯东北带过来的辣椒 生的 直接吃生的 辣椒蘸酱 还有 豆腐干蘸酱 全是从东北拿过来的 最早的时候 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 那非常忙碌 那对家里面的关心呢 就非常的少 甚至也出现过危机 我没有放弃 就是即将快枯萎的那种婚姻 而是慢慢的把它呵护起来 去浇灌它 就像呵护我花房里的花草一样 最终还是会开出美丽的花 我刚刚定理说话的时候 我头应该这样低着 不应该这样扬着 扬着想下巴大 低着就很好 对不对 我来吧 我来吧 模范好 模范好战果 一年就一次洗碗 一年一次做饭被你逮着了 可以让它表现表现吧 我有两个可爱的宝宝 每次看着它们玩耍 我的心就特别的平静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就好了 平平安安 一辈子 走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正好今天还有一个活动 晚上六点我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晚宴 所以我晚上还得盛装出席一下 好 太脏了 哈哈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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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你现在生活满意吗 还得更好 我给朋友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朋友基本上就是十多年的朋友了 见我的时候就说 你就像一颗竹子 它是三年它就长 就是三年不见又变了一个样 五年不见又一个大样 所以我在我朋友眼里就是一直在长高 一直在长大 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也挺好的 我选择走这个经商之道呢 其实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那我父亲从他年轻到现在六十了 从来没有放弃过 每一次都敢白手起家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细胞来自于我的父亲 我是敢拼敢闯的一个人 你知道我公司最穷的时候 站上有多少钱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猜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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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 一千块都不到 就是我十多年的好闺蜜了 我看着她长大的 我也看着她成长的 我二十多岁 二十一 二十一 来到北京 我一个人 我父亲说要给我点钱 但是我拒绝了 我说我在北京挺好的 其实一点都不好 我跟别人合租的是一个公寓 一个人得花九百 当时的工资才一千八 所以这个住宿已经占了一半 身下来吃住 基本上没有什么钱的 但是从来我没有找我爸爸开口调我家 哈喽 我要入住啊 哈喽 我干嘛 你坐那边 我坐那边 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这什么呀 你也拍我一天呗 你也拍我一天呗 是小伙呀 可以呀 没问题呀 搞金融的 金融才子 最早呢 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外企 然后呢 从外企跨到名企 从一个销售 后来到部门的销售副总监 后来我发现我的路线呢 还是喜欢去经商 从一三年开始 生了第二个小孩以后 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但是现在主要是做一些进口红酒 我还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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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了是吗 中奖了 对 这两位美女获得的是我们的二等奖 二等奖獲得的是我们的一等奖 三千两碗豪华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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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人的印象就是 你怎么每次都在玩 其实我不是在玩 我是边玩边工作 有一些工作 你不一定要去真正正正 你去投入工作 而是很多的事业是玩出来的 很多的商机都是说出来的 还有豪华游戏 豪华游戏 还相信 怎么玩去 真好闲就没事 你是多少号啊 078 078 开车不喝酒 喝酒找代价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红酒 因为我是对这个红酒文化 我比较感兴趣 而且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喝 就品各个国家的红酒 也结识了不少朋友 没事儿也经常跟朋友一起 品红酒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就看着这个红酒 那些是玉米的杯子 比我们的 我们的牙齿 你也看着你吗 这肯定是没杯子了 而且这也是大不 烧铁 这也是住家 二分之一 是你住家 一个人的一天就是过着平凡的一天里的不平凡 你所拥有的今天 其实你要感谢昨天之前不虚度的光阴 而在你未来的每一天里 都是你自己梦想的那天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我的名字叫做郝磊 我这个网络名字叫好霸天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过25个工作 不同的工作带给我不同的感受 车窗外霓虹灯闪烁却照不亮我的未来 我的每一天都在涉水马龙中淹没 没有人搭理我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重视我 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让所有人了解我 人生百态皆有不同 酸甜苦辣亦在分享 一个人能饮舍众生 一天却运藏满香 我是张瑶 要带你去敲开别人的新闻 看一个人的一天 我的名字叫做郝磊 网络上名字叫好霸天 为什么叫好霸天呢 因为这名字狂拐酷炫 就是为了与众不同吧 你这算住在香山脚下哈 就是香山脚下就是风景秀丽 姿势陋势为武 山不在高有仙则林 有水不在身有龙则林 我这个放弃了家里的 优越的这个工作机会 来到北京知识一人 准备体验一下北京的生活 都说北京这个城市呢 对别人说梦想 没有人会这个嘲笑你 前面就是我家 本来我今天一天安排是在武道口做馅饼 但是由于昨天老板把我吃退了 所以我只能在家歇会儿了 我出生在这个陕西宝基嘛 一个小村庄每天过着这个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的这个家庭非常的英识 有两栋小楼梁天三母 现在房地争钱了没有地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只能外出打工 好暗啊 这是你的小屋子啊 嗯 多少钱一百元啊 两百多 来张大大哥请坐 嘿谢谢 你这地儿 我这地儿真的也能就是算是蜗居啊 只能这么说 从老大大我都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受人重视的人 不受老师同学喜欢 到了这个年龄呢 就希望能够让所有人了解我 所以我才到北京来这个庞大的圈子里发展 这儿有我两条捡来的流浪狗 一直寄居在我这儿里 那个雨液我把它捡来 寄养在这儿给它搭着这个捡一道窝 给它买来了狗粮 让它们狗粮吃完了 养只狗是吗 是啊 嗯好可怜啊 见到是不是有点怕 从哪儿捡的 从那个马路边捡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过25个工作 他们问的是快递员呀 电影院卷票推销西凤酒 送餐员 KTV服务员 缆车服务员 坐过家教 推销化妆品 送报纸啊 送外地啊 工箱车售票员 摆过地摊 带过小学生 网吧服务员 和工厂 工厂 酒店后厨 演过这个盐黄大帝 盐黄大帝 嗯 演员 演员 群众演员 青椒肉丝几两面 尖椒肉丝 甜的都几两面 青椒肉丝 青椒肉丝 两碗青椒肉丝 两碗尖椒肉丝 嗯 我 такие 真的拍鸡了 让你再往过来一点 哎呀 张大哥 今天我正在aco口 complex 小弟只能请你吃这些面 平常我请兄弟都吃 蒸羊羔 蒸兄长 蒸鹿耳 烧挖鸡 烧猪鸡 烧紫 炉煮咸鸭 酱鸡 腊肉 松花小肚 腊肉香馋 神井 酥盘 挂耳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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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鸡兔 菜蟒鸣鱼 清蒸汉石马 姜米鸭鸭子 红丸子 白丸子 三鲜丸子 豆腐丸子 烙炸丸子 闷虾仁 灰虾仁 等等一系列吧 今天就只能吃面了 来到北京呢 就是打算体验一下不同的工作 所带给我的不同的感受 我只找那些不寻常的工作 现在没带的工作已经不保了 老板已经让我回家整顿了 我现在是个贤达人的 但是呢 能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孤独 你听寂寞在唱歌 清清的 狠狠的 歌声是这么残热 让人忍不住泪流成 我的生活不想一尘不变 也不想被父母安排 从事不同的行业 就是追寻自己想做的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遵循一个生活轨迹 回到五道口了 工作的地方 来到北京呢 看到这个繁华都市车会是马龙呢 车窗外霓虹灯闪烁 却照不亮我的未来 我的每天都在车水马龙中淹没 没有人搭理我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重视我 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让所有人了解我 那你现在不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找一份不用早起的工作 不用早起 但是不都说早起的鸟有什么东西 但是早起的橙蛙被鸟吃 橙蛙被鸟吃 我就是那儿的橙 哈哈哈 那你还想在五道口这儿找五道门 一定的 因为五道口这边比较合计划 每天下班还能跟老外填免钱传什么的 是吗 那你用语的还可以 那很ok的 ok的 tay me to your heart tay me to your soul like being a hand before I owe show me what love is never gonna true show me the love is before I owe they see nothing forever says in power way tay me to your part 我当时找到工作的时候是一份心 由于各种原因不干的话 也是一种失落 自己生活从此没有依靠 那当你看到这个大城市车水马龙灯红酒绿 嗯 再想想你的梦想 你是不是觉得很困难 还是觉得自己心心满满 我觉得吧 车和马龙的世界 还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 因为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触犯道德和这个法律底线 做自己想做 给身边的人带去那份关心快乐 就是我过好每一天的价 赚两块钱 赚两块钱赚个车费 也不错哈 我对未来的生活 期盼就是能过得不这么孤独 能有人关心我 能有人一起吃喝玩乐 也罢 就是能分享生活 过得不这么孤独正 寂寞在唱歌 温柔的 疯狂的 悲伤 大家好 我叫邓婉杰 今年刚刚毕业于中央美任 现在的工作呢 主要是做编辑 然后平时还会接一些 模特的一些小活 作为一个编辑的话 可以在各种地方 看各种各样的书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喜欢旅行 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 感受不同地方的色彩 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精力才是最重要的